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數以97這一題的補充資料 那這一題的話就是談到了降雨量跟費城 我就很好奇的去找一下 那這41英吋換成那個公字 這才乘25大概是1000 所以費城的降雨量在1000 但其實台灣大概2500 所以大概只有台灣的四成而已 那台灣其實有時候一個颱風來 像這個莫拉克颱風 單日降雨量就有到1400 那甚至一小時呢 其實也有200多 這都是水都真的是跟用稻的一樣 那一年最大的就是這個宜蘭東山鄉 一年就有快要破萬的降雨量 那另外呢 我們可以再了解一下這個費城 費城是美國第五大城市 人口150萬 那它之所以重要就是 獨立宣言跟美國憲法都是在費城簽署的 所以這邊其實從這些資訊呢 我們大概就可以知道 費城它其實位在美國的東岸 好 我建議就是每次看到一個一個地名呢 就養成習慣去搜尋一下 那會刺激你大佬的發展 等到你真正歷史練到的時候 已經來不及吸收了 平常就多念一下 那費城這個是有一些基本資訊 維基百科多查一下 甚至呢我也很喜歡用Google圖片搜尋 那費城的代表就是這一個 就是這個中另外LOVE 這個其實你知道在台北101前面有看到 其實它最早是從這個費城這邊來的 好那這邊還有一些費城的這個 天際線的一個介紹 好那我們再來看一下在地圖上的位置 所以這地圖的話呢 就北方是紐約下面是這個華盛頓 它的緯度呢大概在北緯40度 這是一個看地圖要知道的部分 另外大家另外帶大家來看一下這個 這個地圖的地圖 這Philadelphia就是這個費城 它在北緯40度 這是45度 這是30度的線 好那40度的線呢 其實它在歐洲算是蠻南邊的 就是大概西班牙 那羅馬大概是42度左右 所以這是整個歐洲其實都可以蠻北邊 那我們在往右拉呢 40度其實對應到中國也是蠻北邊的 整個北京呢北京大概也只有39度 那日本的這個東京的話大概是36度 所以我們就可以看到 這個費城的緯度也算是比較高的部分 好所以想一起講這麼多 就是要讓大家建立這個一個習慣 就是看到一個地名看到一個資訊 多去查一下一些相關的 你這樣子學習就會越來越有趣